我們今天的活動是跟獨立媒體通作者協會一起協辦的 每個月的最後一週我們都會有辦一個跟媒體相關的例子 所以今天也是折舞跟媒體通作者協會的共同一個例子 那今天的主題是談超級紀錄刊的事件 那我們的主題定為所謂的鳥看的局限 為什麼講鳥看的局限 因為在座其實有一些法國人 我講90%以上的朋友都不是法國人 甚至也沒有在法國生活過 所以我們都是從一個文化的他者 從一個外部的角度去理解 發生在法國巴黎的這場事件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從鳥看的方式 所以我們無法看見內在的複雜的機理跟脈絡 那尤其呢發生在法國這個世界 有幾個因素注定的我們可能都沒有看 因為有幾個元素是我們台灣文化者缺乏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法國長期的這種嘲諷文化 是台灣所缺乏的 當然很多人說台灣有很多嘲諷文化 例如說可能在座大家都看過什麼 全民大夢波這些東西 但是並不是真正的嘲諷文化 因為它還是把所謂的政治人物可愛化 甚至你可以看到這些演員 他們甚至代替本尊進行活動的代言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合作共生的關係 那在法國的嘲諷文化 是真刀真槍的 是直接挑戰權威的 中間可能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就台灣而言呢 其實我們不太了解這個嘲諷文化 那比較接近嘲諷文化的台灣代表 當然這是我們的紅方遠先生 OK 當然很清楚 也因為台灣不了解嘲諷文化 以至於他之前才因爲侮辱 所謂的侮辱我們前任的文件會主流 甚至任先生 因此 先生他是人家公務員 因此被判刑 然後我們黃先生也非常的有個字 就是選擇入獄 這個入獄 他不繳這個罰情 那因為台灣人不太了解嘲諷文化 所以我們可能不太了解查理中間事件的意義 第二個 台灣其實沒有太多的宗教衝突的問題 台灣基本上還是一個多神論的社會 所以台灣不太會有宗教害怕的問題 但是在歐洲並不是這樣子 尤其大部分都是一神論的宗教 無論你今天是傳統的猶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還是伊斯蘭教 都是一神論 所以台灣不太了解這個宗教衝突的問題 甚至也無法了解 為什麼政教分離 在歐洲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重要 第三個因素就是 我們台灣沒有太多的移民的問題 當然台灣很多移民 例如說我們在1945年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外省人移民去台灣 或者說基本上在座如果你是漢人 基本上你都是移民 只不過你的主線是在200年前或300年前離去台灣 那基本上呢 我們的雖然是移民 可是大部分還是在漢人人口的這個框架之下 所以我們的族群衝突並不是那麼明顯 甚至台灣是一個非常同化性很強的社會 所有的移民進入台灣只有被迫同化 甚至會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 所以在台灣你看不到太多移民所產生的衝突 所以你無法理解 大概在法國巴黎這樣的一個事件 因此我們註定只能夠鳥看 那今天我們就希望透過我們兩位講者 採取比較符合從法國人或法國文化的觀點 去理解查理周刊的事件 我們今天會請的第一個講者 是法國在台協會的主任歐陽立文先生 那歐陽先生呢 因為我們法國跟台灣並有正式邦交 所以歐陽先生事實上等於是派出台灣的大使 所以我們今天請歐陽先生歐陽大使 來替我們談談他從法國人的角度 如何去理解查理周刊的事件 那我們第二個講者呢 是正大政治系的歐念卿教授 那歐陽老師呢 他在... OK 歐陽老師呢 他長期留學法國法理 所以他對於法國文化也非常的熟悉 他還會補充很多 各位剛剛提到很多問題 也就對於言論自由啊 的一些... 一些... 一些的問題 還有歐陽老師 他是法國國性的 反正就會給各位更多 更好的 關於憲政 關於言論自由的一些框架的理解 那我們今天先請 我們請掌聲歡迎歐陽主任 來替我呢 簡單的... 做一個... 演講 好不好 好 今天要準備呢 他要法語演講 但是他隨行有餘味中文翻譯 好 謝謝 那... 大家晚安 晚安 謝謝你們... 哪個多人暖餐餃 我不好意思 為了中文還有一點茶 來談到敏感的事情 我就會用法文 將形成 可以我做 很好的 我先先說 很快 一些活動 我先把時間稍微回說一下 回覆一下參與時間 7月 兩天 二人 她也被警察被殺了,她沒有威脅任何人。 一人被威脅在一廣場中,被殺了四人,因為她們被威脅,她沒有做過。 那另外一個是在猶太超市殺了四個人子,只是因為她是猶太人,她其實沒有做過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有十七個人被殺了三天,被殺了三個人,被殺了三個人,被殺了三個人。 然後,總共大概有十七個人被,在這次火動中受害,然後三位是恐怖分子,他們被,最會被擊斃。 然後兩個這個,很重要的這個背景的要素。 查理總監在法國,不是一個大家都會買的,發行量很高的刊物。 所以,在法國,查理總監在法國,不是一個大家都會買的,發行量很高的刊物。 所以她說,在法國,查理被攻擊這個事情,其實是因為她的核心那個價值被動搖,而不是因為她們對查理總監的編輯有意見,是因為她那個價值傳,呃,雜誌傳達出來的訊息。 查理總監在法國,查理總監在法國,是非常有名的畫家。 他們在法國,查理總監在法國,查理總監在法國已經有五十多年。 跟民工在這塊工作有十多年。 然後還有出版一些畫冊、專輯之類的。 所以,如果這些人死亡的人死亡的人,她會被人死亡的人在法國。 如果他們原本是自然死亡的話,其實原本也會登上法國的頭條,因為她們沒有名。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你們想想到法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們就可以想像說,他們這些插畫致死對法國是有多大的衝突, 這件事。 所以,當有人問說,這件事是不是就等於911在美國的同樣的影響力,在法國。 其實她的答案是事物,就是有同樣的影響。 當然,當然,受害者的人數是不太一樣的,但是在心理層面上是同樣的衝擊。 最後一個問題,有人問我會說自己的名字或是專輯。 剛剛有一個先生提問,問主任說,她是用法國外交官的身份發言,還是以她個人的角度發言? 當我們在法國外交官的表現,我們不說話。 這是我們,這是在職業。 因為她的工作的關係,所以這個角度,當她是外交官,她在一個別的國家發言的時候, 別人都是代表法國,所以她不可能用個人的角度,完全用個人的角度。 但是她在後來講的東西是她自己個人也蠻認同的想法。 她也是她覺得大部分法國人會認同的觀點。 所以,在後來的事件發生之後,全世界有滿多各種憤怒之情, 那種憤慨的感情出現。 在台灣也是一樣。 在台北,高雄,兩地都有舉辦悼念的經濟。 我們也集會活動。 然後有很多法國人,當然也有在台灣人參加,所以我們非常感動。 所以我們非常感動。 現在事件本身正是落幕,但是現在是我們正要提問的那時候,去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我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法國是怎麼去看言論自由跟宗教自由這件事情。 因為那部分的問題都是主持在這兩個概念上。 所以我們在這兩個概念上去問問題也是蠻合理的一件事情。 而言論自由是法國民主最重要的一塊基礎。 當然,在法國民主選舉,然後有言論自由。 这些价值这些特色都是非常包括基本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有这些自由 所以一切都是可以让我们为所欲为的 因为有法律去保护保障每个个体 如果您看法文的法律 在谈论的自由自由 它是非常明确的两个东西 然后如果你去看法国的法律 它在言论自由方面 这方面的讨论有两个很明显的界定 第一个层面就是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讨论 去辩论 针对宗教上面的问题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 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进行用自己的方式去辩论它 这是自由的 所以他说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可以用批判或嘲笑它的方式来处理 种族的种族 这些仇恨 这是不会允许的 所以它说言论自由在法国是有限制的 然后限制的时机就是 当你会损害个人权益的时候 例如 第一个就是 封炼 或者是 恐怖主义 恐怖情绪 因为这样就会造成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或者是 或者是 损害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 incitation à la haine 或 à la violence 然后对个体或者是一群人有煽动仇恨的这个暴力 这种状况 然后对个体或者是一群人有煽动仇恨的这个暴力 所以 这种状况的限制的自由是 选择当一群人或是一群人或是一群人 是状态或是状态或是状态或是状态 他说 言论自由这个限制 它其实 它适用在 当一个人或是一群人 受到威胁的时候 然后他说 如果言论自由在 在面对这个 思想体系的时候 它是很完整的 他说如果是在 宗教方面 像宗教或者是宗教的象征物 这方面 言论自由是完全没有限制 就是 其实我们要保障的 像人权这两个字 它重点是人权 所以是个人的权利 而不是在保障一个思想体系 然后在法国的媒体 是可以随便拿写的 就是它对于 跟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 禁忌所言这样子 然后如果有个人觉得 他的自由被侵犯 他可以去申诉 可以去控诉 但是法官是唯一有权利 去决定这个自由 有没有被破坏的唯一的人 然后法国其实蛮多这方面的判例 有些审判的案件 然后查理周刊 曾经被判过48次 但是他们被判过48次 但是他们只有9次 然后有9次被判过的 然后有9次被判过的 然后其实在法国 我控诉查理周刊的 我们主要是 很多极右派的 极右派分子 的组织 而反而不是 穆斯林 伊斯兰的这些组织 所以在法国 我们是怎么看言论自由呢 我们是很明显的 这是我们法国的方式 的众议 并不是分配 全国的观众 他们的不同的观众 和我们都尊重 但是我们只用法国 我们法国的身为法国人的角度 在看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在世界各个文化里面 有一个民主的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会尊重这些不同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很开放 对一切的讨论 我们都愿意对话 但是唯一不能接受的底线就是暴力 然后在有些国家其实我们有涉陷 对言论自由涉陷 但是为了捍卫宗教自由 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言论自由跟重要自由 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自由 所以他们应该同时被保护 所以在法国有出现了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 政教分离的这个世俗原则 所以政教分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把政治跟宗教分开 政治管政治的宗教是宗教的 然后第二个 政教分离的重要原则就是 法国国家对宗教有个中立的原则 所以法国并没有国教 第三个原则就是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 每个法国人都可以选择 他自己要的宗教信仰 但法国也有权决定 我不要有宗教信仰 然后在法兰西共和国这个概念 这个体制下面 重点是公民权 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意见或者是宗教 所以在法国有几个宗教 在法国有几个宗教 在法国有几个宗教 然后在法国的宗教信仰 他们跟其他的法国人 有共同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在法国的宗教信仰 这个概念在法国是非常基础的 重要的 他让这个宗教可以和平相处 然后我们在法国会要求 这些宗教都要遵守正教分离的原则 然后他说不遵守正教分离原则的 这些人其实他们人数很少 他们算少数 但是他们声音蛮大的 所以政教分离原则在法国是很核心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世界其他国家 不一定都是同样的状况 每个国家当然都有自己的权利 去决定他们要怎样的政治体制和法律的提醒 所以我们必须当然可以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在讨论宗教这个议题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跟这些狂热分子 去决定 去定义 什么叫宗教 什么叫自由 然后在穆斯林里面其实就有不同的 有很多差异 然后在天主教徒里面也是 有很多不同的差异 在各个宗教里面 然后在每个宗教里面都有一些极少数的 在比例极少数的 关于分子 然后他说 狂热分子跟狂热分子 他们在发言的时候 都是为了他们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 而不是为了跟他分享 同一个宗教价值的诅价 这不是我们的極端分子 的讨论 最重点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极端分子 去决定宗教的教义 在法国 其实蛮多牧师领都对查理 就在这个宗教事件 也表示不赞同 这不代表他们就喜欢查理的风格 所以 这些座牧师领都对查理 在法国 这些穆斯林 其实并不是被某一群 恐怖分子或旁人分子所代表 他们并不代表他们 所以他说其实重点是 我们要 这些穆斯林 一群穆斯林 或是某个地方的穆斯林 他们的意见比较重要 而不是那些去杀人的杀手 所以在法国 我们会觉得 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 两个是不相冲 两个都要被保障 而是法国人的杀手 所以就是由法律来划定这些阶线 每个法国公民都要遵守法律 所以如果你要改建法律的规定 就请用选举来改建法律 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意见 就是在法国的基本共识 在法国的第一个人 他说了 这一条大战争 我会说 在法国的第一个人 这一条大战争 是最大的 不贊成,并不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同样的共识。 如果他们没有和平的方式表达,那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他们要用暴力来施加他们的世界观在我们其他人身上,我们就必须打击这种。 所以法国才有很多人会说我是查理那块板子。 其实很多法国人都没有读过《查理周刊》。 但是在攻击《查理周刊》的时候还攻击了法国的法国。 有几个核心价值。 法国人喜欢辩论。 但是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民主,我们一定会团结起来。 如果我们的法国人讨论的方式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法国人讨论的方式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欧阳主任,欧阳大使非常精辟地说明我们世界的来龙徐曼玉京。 他身为法国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呢? 他也很清楚地讲,法国对于联合自由,对于宗教自由的传统, 以及他们的政教分析最核心的法兼共和国,最核心的宗教价值。 接着我们再请正大的吴老师王晏晋老师, 來從一個憲政的方向再更進一去談 如果去看待才會就談這次世界 我們掌聲歡迎王老師 我先下題一下跟正一下 我不是教授我只是主義教授 我剛剛請主持人幫我跟正 他不可以處理我 好 各位晚安 大家好 我們剛剛一看到這麼多朋友來 這個正確書記我自己也很愛來 我們先謝謝剛剛 歐陽先生已經幫我們解釋了很多大的框架 我這邊的任務是從比較憲政的關聯 就是講一些細節的東西 首先就是在查理事件之後 我們的不管是在臉書上 或者是在網路上 在媒體上 我們看到一些關於法國 就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去舉說 他們進行人家穿面紗 戴衣服來面紗 戴衣服來面紗 這件事情 那可能要稍微理清一下 就是 第一個他憑什麼這樣做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法國的憲法裡面有寫 那法國憲法為什麼要這樣寫 這是有一個歷史傳統的 因為傳統上 本來新皇國本身是正教合一的 國王就是宗教的代表 那國家是要付錢給教士的 就是國家要付錢給正教合一的情況 那革命之後共和的價值 就是他要去打破國王的這個 這個脈絡這個框架 打破這些宗教的勢力 可以去影響政治的決策 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 為了要去打破 你是法國人 就是天土教圖 這個東西 我只好去拿一個武器來 就是 正教分離 那這個東西 經過很長時間的辯論 最後正教分離 1905年才奠定 一三共和的時候才奠定 之前一直都在辯論 當然他們 就是在這個1905年法之前 其實變了25年的時間 所以 剛剛提到就是法國人很愛辯論 我自己也這樣覺得 那時候在法國 電話我們就是常在跟他們這樣 一直吵一直吵 那好 吵是好事 等一下我們講一個自由的時候 就會講到 那 這個 政教分離 怎麼分離呢 政治不管宗教 宗教不管 怎麼樣 我國家不發錢 給你們教室 但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教室要派誰 我不會管 所以你只是一個民間組織 跟所有的民間組織 剛剛下剛好有很多各個 協會單位來的這個朋友們 就跟你們的協會組織 其實都是一樣的地位 好 你們都有職位結社的自由 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好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並不簡單 其實並不簡單 因為 其實宗教除了信仰之外 還有表達宗教的自由 對不對 問題就出在這裡 表達宗教的自由 那表達宗教的自由 那表達宗教的自由 包括 我可能就是背後常常就是 穿著這個 長袍面很大實實講 這也是一種表達宗教的自由 或者是我手上永遠畫一串很大很大的協助 這也是一種表達宗教的自由 表達出來 告訴你說我是這個宗教 OK 大家聽起來在台灣 很很很 很沒有問題 台灣的這個 這個宗教的這個外露 就像我們在校園裡面看到 穿這個出家人的衣服 我們也覺得完全就是 可能是同學 可能是老師 不會有什麼反應 那法國為什麼要去管這個東西 我們先解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實質主義 它就是要把 學校 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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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 公立學校 跟政府機關的公務員 全部中立化 這是他們的這個中立原則 那公務員的中立化之外 學校的學生 除了老師以外 學生也要中立化 為什麼要中立化 要防止改宗效應 你們覺得改宗有什麼關係 對少數宗教來講 多數的人 對它是會形成改宗效應的 OK 或者是說比較激進的 我舉一個例子 最近在法國的監獄院 他們在實驗這件事 並不是完全為了這件事情 是之前就開始實驗 因為他們把 這個監獄裡面的這個人犯 本來是想說 他們都是穆斯林 就把他們都盡量聚在一起 想說他們文化比較近 生活習慣比較近 比較可以和平相處 結果問題來了 裡面的這個 比較溫和派的穆斯林 開始抱怨 說裡面有一些比較激進的 給他們改宗的壓力 認為說他們不夠忠贈 在牢房的那個房間裡面貼 這些正妹的照片 不能接受 真正好的穆斯林 應該是牆壁要白白淨淨 怎麼都沒有 可是這些溫和派的就是說 我是好穆斯林啊 可是我也喜歡妹妹啊 那他們就壓力很大 覺得常常被人家盯燒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你有勇氣一點啊 你不要管他啊 你不要怕他啊 可能他就是有壓力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開始盡量配合他們 如果說你不希望受到這樣的壓力的話 那我幫你移間 幫你換房間 讓你不要活在 你不要活在那個壓力之下 他非常注重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 這件事情顯示 穆斯林本身他們是不一樣 有可能不一樣 再一個就是 改宗的壓力 是可能 就是你宗教的表現自由 沒有說 因為有的自由 但是對別人形成那個改宗壓力的時候 我國家怎麼去 讓這個公共的場域中立化 他們要嘗試的是這件事情 尤其是因為當初 因為他們教無所不在 尤其是法國人跟天主教徒 這個身分是重疊的問題 所以他們一開始是為了這個 可是沒有錯 到了近代他們又開始面臨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新移民 其實有些人他們可能在法國已經好替代了 所以不見得是新移民 那這些人也不見得是外來 很多人在法國土生土長的 所以其實他就是法國人 但是他可能是事後 他可能本來完全 就是對這個穆斯林這個身分 沒有什麼認同 是後來才開始這個信仰 那開始他信仰是很虔誠 他希望把他表達出來 然後在學校上體育課的時候 他拒絕把頭巾拿下來 不只穆斯林 還有其他的宗教 像譬如說 有那種男生要包這個頭巾的那種 那像這樣的情況 的確就是宗教表現自由 但是在他想要中立化的場合 或者是 譬如說在國家安全 有需要 譬如在機場安檢的時候 那你把那個頭巾拿下來 你就要配合 當然我可以盡量配合你 譬如說找一個比較隱蔽的地方 不要讓你覺得尷尬的地方 那你把那個頭巾拿下來 我必須要安檢一下 不要掃描一下 你那個頭巾裡面 有沒有腸肉 有沒有腸什麼 那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可以配合 那學校 他就是純粹只是想要把 學校這個場域中立化 也許你會覺得這很多魚 但是這是他們的一個價值決定 那我這邊先不做任何的批評 我們先把它介紹出來 這是一個價值決定 那再來一個價值決定就是 我們最近看到那種全身式的罩袍 大國跟比利時都禁止 在公共場合 所以公共場合的話 它超市 比如說女生超市這樣的地方 它禁止這些陌生的女性 穿這樣的罩袍 那 好 問題又來了 我為什麼要把公共場合動立化 這個是不是有點干預看過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價值決定的問題 這個價值決定是所謂的生活在一起 這個生活在一起 其實是他們的這個行政法 這個他們的中央行政法 我們叫中央行政法 其實有點等於我們最高的行政法 但是 因為他們的中央行政法就不太一樣 他們一方面有這個行政的資訊功能 一方面有這個舒暢中的 不多說 反而就是他去構想出來這個 一個所謂的社會秩序的一個新的藍圖 當代的社會 當代的法國社會 我要有一個價值決定 什麼樣的價值決定 如果我們要生活在一起 我們要能夠看到對方 我們要能夠看到對方 那你會覺得說 你看我們在台灣常常感冒 就一流感一來 全部都是戴口罩這樣 那我們就完蛋 全部人都150歐元交過來 就是罰款150歐元 這個沒有問題 你有合理的解釋 因為健康因素 因為我會過敏 或者是今天我去打工 然後給了我一個秒數頭套 叫我說你要戴著秒數頭套 在那邊刷面紙 那這樣我要被罰款嗎 不會 那個工作有關係 或者說今天我是演員 我要戴著面具 在這個街頭表演 這也不會罰 所以其實他的確 他的立法動機 是衝著這些造謊來的 但是 他最後去決定了一個價值 是說 我要禁止所有的人 動不動把臉遮起來 OK 那裡面的確 他曾經有一個難以平等的這個論點 不過後來不會 歐洲人就反而推翻 因為 如果你說這是男女平等 問題會在於 如果 像 就是這個 屈高歐洲人 反而這位女生 她是完全自願的 還是這是一個年輕女孩 她是完全自願的 她是覺得說 我想要表達我的信仰的虔誠的時候 我就把它穿起來 那平常你叫我不穿 不要穿戴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穿的時候 你要讓我穿 那這是她自願的 那這個時候我法律沒有辦法去 司法沒有辦法去過問的是 這個自願 裡面 本身她選擇的這個表現的方式 是不是有性別的這個旗艦 司法不能去過問這種東西 這是社會的價值決定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她是自願 完全自願 沒有人先過她選擇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能不能說 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對女人是壓迫 所以我不讓你這個女人 決定你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是一個女生 我想要穿罩袍 我會去跟你說不行 因為 你沒有這個權利這樣做 這會在法律上會產生一個矛盾 所以 的確她是一個兩難 面對這些會自願選擇的人 是一個兩難 不過 因為這些人 畢竟還是少數 那 極少數的狀態之下 歐洲人權法院又有一個估計 什麼樣的估計 就是 歐洲各國其實在政教關係上面 非常的分歧 也就是說 我作為一個跨國的 超國家的人權法院 我沒有辦法去更替 這麼不同的社會 去決定他們的價值 而且不要說用國家來分 一個國家裡面就有分 一個國家裡面就有分 尤其是比如說像 歐盟的架構之下 你發現說 這種地方政府其實 他們越來越活躍 每一個地方政府其實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特色 也許他們在自己國家裡面 還找不到這個 可以跟他們合作的對象 還要跨國去找 像比如說 巴塞爾爾納這麼大的 一個規模的城市 他可能覺得說 西班牙、西加城市 都比不上他們 類似像這樣 那 像這樣子 就是可能是地域化的 一種認同 可能是這種 一個社群自己的決定 一個價值的決定 但是他不會過度的干預到 一個人的自由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歐洲人還只好說 國家你自己去決定 但是不要過度傷害 因為 好 150歐元的這個發款 跟公民課程 聽起來還好 OK 所以並不是說 也不要去以為說 是歐洲人白行 就是全力支持法國去欺負 穆斯林母神 不是這樣子 OK 這個司法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邏輯在討 那再一個 我想講的是 就是 剛剛講到這個法國人 這一次的兇手 我不太喜歡用補部分的這個詞 所以容我用兇手這個詞 因為他的確殺人 那這一次的兇手 他是貨真駕駛的法國人 我不管他是規劃的 還是在法國土生組長 他就是法國人 國籍沒有說我後面拿到的 我就按理解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再回來 好 那既然你都是法國人了 那為什麼 你會被這個極端的思想去激起 這才是問題所在 所以才會 各位可能有聽到 這一次法國總理 總理那個八十年 比較年輕那個 就是那個人員的那個 好 你講他人員的比較會分 你知道 對不起 這應該不會構成那個 允念的兇手的罪 對 那 好 總理他說了 在這個事件之後 你看法國人第一個反應 是先團結起來 我剛剛才在跟主任 對 跟外長主任聊 我就說我到法國第一個印象 我本來覺得法國人很個人主義 我覺得他們閃一閃著 可是 有一次我在這個高鐵上面 因為那個電纜掉下來 然後我們那個整個 巴黎到那個 陽中間的那個鐵路線全斷 高鐵線全斷 你知道 就我們那台車嗨的 然後我們站在車上 就老個小的 然後悶在裡面 因為沒有風調了 然後門又不能開 因為沒有電 然後 其實是很無聊的 不知道等多久 那 有人開始說笑話 有人開始聊天 氣氛越來越好 然後大家就好像 就是熟識一家人出來旅行一樣 一個車廂就這樣聊起來 我那時候法文很破 可是大家也不計較 聽我慢慢講 就平常我要去跟人家講話 人家是不會有那個耐心 聽我講的 可是那一天大家都還聽我講話 那我們就彼此安慰 幫忙顧小孩 幫忙陪老的 然後 呃 等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終於那個救援車來了 然後因為我們 我們是造勢車 所以最後走 救援車來了以後 所有人開始幫 彼此幫忙 扛行李收 收東西 抱小孩 因為我們要跳下 那個很高的車廂去 就覺得說 欸 原來有事情的時候 他們很快的 很自動的會團結起來 那所以 我要說明的是 這一次這個 我是查理這個運動 是一種對 事件的 不幸的事件 一種團結的反應 不見得 他是認同 查理周刊的 任何處都所為 不見得 但是第一個反應 我先團結起來 我們先團結起來 去支持那些家屬 那是不是言論自由 界限在哪裡 再說 好 再說的時候來了 總理他就說 問題是 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有種族隔離 法國式的種族隔離 這句話引起了 軒然大火 好 為什麼說法國式的種族隔離 這要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最關鍵是 貧富長距 法國的這個 以巴黎來講 巴黎的外圍 尤其是 譬如說北邊 東北 就是東邊這邊 都有一些 我們叫西地 那個西地 那個意思是 有點像這個 好像這個隔離區一樣 就是一個 他們自己一個封閉的城市 一個封閉的城邦 那樣的概念 那裡面就是 主要是新移民 北非的也許 北非的 或者是 其他地方來的 這些新移民主要 不是完全沒有來人 那 這些地方 就自己構成了一個 小小的圈子 好像都出不來 那問題是他們 他們講話還帶一個槍 一聽就知道說 你不是那個 那個貴族區的 也不是那個 巴黎的 巴黎的 差不多可以這樣分 那特別是也是一樣 就 聽到大安中正 然後再聽到這個 士林設置 那反應就可以這樣 他說 這是大家應該可以想想 好 那 為什麼這個 極端分子的召喚 這個極端主義的召喚 那個召喚是那種 我今天如果 如果往人群裡面叫你 你會有反應 為什麼 你不認識我 尤其是我從後面叫 你為什麼會回頭 其實是你心裡一定有一個期待 或者是有一個 什麼事情 去回應到我的呼喚 所以這個召喚 我要解釋的是這個召喚 對於中下階層 失憶的 失業的 看不到未來的 就是去找工作屢屢受挫 然後這些這個 巴黎六區七區的人 一聽到你的口音就閃得遠遠的 這樣的 對於這樣的階級的人 他會受到什麼召喚 他看到的是 外國人來搶我們的麵包吃 他們這個 他們有一個 這個表達方式 就是 Laissez-et-on-che-en-mon-che-en-on-bap 然後就來吃我們的麵包 那 因為他們的 麵包就是 就是像我們吃飯一樣 那 他覺得說這些 我看到的是這麼多外國人 這麼多移民 他在長門的範圍 尤其是 大家也知道 移民是 反而是 這個就業率是很高的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工作 他不能在那邊住 他可能會被 送回去 他就失去那個身份 他就不能再住 在他拿到國籍之前 那 好 所以 這個反應 讓他被 極右派的那個 國族主義召喚 一切都是歐盟派的 一切都是這些 這個外國人派的 如果我們回到法郎 回到原來的法國 我們會很強大 我們會很快樂 我們會很幸福 那個召喚為什麼有用 這個召喚之所以有用 是因為他自己都很快樂 他自己都很快樂 是 很多是因為階級 因為失業 因為這個 玄學化的經濟等等 反正在法國國內裡面 造成的這個 這個隔閡 那對於 幸運來講 或者幸運第二代來講 他被召喚 為什麼 因為他在法國看到希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注意 應該有人翻譯成中文 有看到 就是那個 他寫給這個 這個青年的信 這張信 我很喜歡 因為他 他點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會被召喚 因為他看到沒有希望 他看到希望 所以他會被這個 極端主義召喚 這個極端主義 告訴他說 站起來為阿拉奮奮鬥 為真主奮鬥 你就可以看到 阿拉伯世界長大 我們就可以回到光榮的過去 的確阿拉伯世界的光輝 曾經就是 他們是比這個 歐洲文明更卓越 更輝煌的這個年代去 好 這些想像 給那些沒有希望的人 一線希望 雖然他 不見得是 這麼真實 好 這些都是在法國內生的 所以 我們看到的是 當總理 他丟出這個 聽起來很驚人的 種族隔離 有人 雖然就是 你想想看我們的行政院長說 台灣有種族隔離 這是全民華人 就覺得說 哪裡哪裡 哪裡有種族隔離 怎麼會這樣這麼嚴重 我們真的沒有實行 種族隔離政策 可是法國人感應什麼 國會議員 全體體力鼓掌 再來 這個總理的支持度 攀升到我們的路 幾次 元代元他們那個總統 本來掉到 二十不到 現在也過 現在過三十了 元代的這個 一起拉上來 為什麼 法國人也同意 多數法國人也同意 我們的社會有問題 我們要同意檢討 這些恐怖分子 是我們養出來的 這些兇手 是我們的社會 孕育出來的 是我們的社會 應該要檢討 法國人其實 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算是全世界最喜歡 拼命自己國家的一群的人 就 你跟他講法國好 他就跟你講法國 哪裡不好 拼命講 拼命跟你辯 怎麼誇他都沒有用 他一定要把他講 你這樣洗八爛 那可是你又說 他是不是喜歡法國 他又走得離開 他說 你覺得台灣那麼好 你要台灣住 這樣 好 其實你可以看到 法國至少 在這件事情之後 他願意去尋找 我們的社會哪裡的問題 我們的想法 是不是哪裡可以再修正 我覺得這才是可貴的 對我來講 也許就是 這只是我的個人觀點 這一點可以順便帶一下 就是我沒有官方立場 所以這一點是很輕鬆 你們學者 就是可以 站在自己的立場講話 那最後我想要解釋一下 關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 卸入宗教罪 因為法國的世俗性的關係 在一個嚴格 政教分立的國家 是不會有 卸入神明罪的 他們叫布拉斯丹 不會有這個罪 因為聖徒神明是 你必須要去先肯定 誰是神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只是跟你講 我只是去 去 就是去點擊了 你們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聖人好了 聖人是神嗎 我說是就是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 政教分離底下 會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讓宗教去決定 什麼東西是絕對不可挑戰的 那我世俗的地位在哪裡 也就是說 本來什麼事情 應該是我們的 民主的價值去決定 我們這個社會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比較好 是可以變任的 沒有絕對 一定不可以變的 除了這個 譬如說這個酷刑 那些 這個不能討論 就是 其他的 是可以討論的 言論自由的界線 應該到哪裡 譬如說 這是可以討論的 那如果 我去承認說 我一個權威是完全不可以動的 真主就是不可以畫出來 呃 這個 某一個聖人 就是不可以畫出來 等等 如果 我也要去同意這個東西的話 等於是我去承認 一個絕對的價值 是不能變的 這個 在政教分離的邏輯底下 會出問題 好 我提在這裡 不是說他這樣 絕對對 而是說至少 在他自己的這個邏輯底下 會出問題 好 所以 回到查理 回到查理周刊 為什麼我們要 談言論自由 要談 表意自由 表現自由 其實他比較標準的 比較精確的這個 比較廣義喔 不是精確 比較廣義的是表意自由 那為什麼要去表現自由 這個 去談這個查理周刊 首先 表現自由的界限 本來就是變動的 怎麼樣變動呢 如果今天我批評的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就要比較寬廣的雄心 讓我批評 因為我批評政治人物 為的是批評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 是我們要共同決定的 台灣的秩序 應該要怎麼樣 才符合台灣人最大的利益 這是我們要共同決定的 所以如果政治人物 他決定的時候 不聽我的聲音 可以讓他 當然這個罵 並不是去謾罵 去針對他個人 所以界限在哪 界限在 是不是公共事務 能夠進到那個公共領域 還是說你在批評他個人 你嫌他胖 一直嫌 一直嫌 每天在網路上寫說 你很肥 你很肥 這可能會涉及歧視 胖快到底 對不對 那 如果 可是回到這個胖瘦 如果我整天去聽 你的公共人物說 你太瘦了 你是指配人這樣子 不好的示範 因為這個是不健康的 等等等等 用醫學的方式去告訴你說 你作為一個人 公共人物的示範作用 會讓很多人得厭食者 這個可能就已經跳到公共理義去 我在編論的是厭食者 這件事情 好 再一個 塔利周開 我們剛剛已經 歐陽先生已經提到了 他批評的是權威 他很喜歡去挑戰權威 因為權威我也喜歡挑戰 你是絕對不能挑戰 大家知不知道 那個地球是原來別的 都放了幾百年 他的那個罪才會平反 他講說應該教會不一樣 教會就頂他罪 幾百年之後才平反 在我們民主社會可能不需要那麼久 民主主 對不對 那不要那個權威 所以我要去挑戰那個權威 他挑戰權威的方式 他的手法 的確 以我們台灣的眼光來看 可能會比較受不了 那我自己也處於那個 不會去買查理周開來看的 第一個我很窮 第二個我都是經過那個 那個攤子 我這樣看得下方便就好了 這樣 大家又不在網路上發行 所以我幾乎都有看 你知道 可是我也是讓他的指度很辛辣 那這個辛辣的指度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存在 因為他討論是公共事務 他挑戰的是權威 他自己的這個編輯也這樣講 一旦宗教干預到公共事務 如果是由宗教來告訴我 我們這個社會要怎麼做的話 我就要挑戰你 他的目的是這樣 那當然有時候會差強走路 所以他也被訴過 司法會還出這個爭議 那萬一法國自己的施法 還不夠的話 我舉一個例子 法國有一個這個冒犯元首罪 因為元首是這個主權的化身 所以是這個 這是古典的 古典的這個觀念 就是主權你不可以去無面 他這樣 那好 法國自己法院覺得說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這個 三分級總統曾經在一個場合 然後有民眾 他又在跟他民眾握手很熱情這樣 然後那個民眾就跟他講說 不要碰我 你會弄髒我 然後他就很即興地回了一句 就說那你滾吧笨蛋 好就是蠢蛋 蠢蛋是不是你翻 我們來用文養一點講蠢蛋 那後來他去訪問 他去一個地方訪問的時候 當地的民眾 他其實他是一個這個民間協會的這個 這個算是這個活躍分子 那他就去舉了一個標語 就寫說滾吧蠢蛋 然後就站在那裡 站在人群裡面 對著這個三分級總統去 然後呢 法國的檢方 就是去起訴他 然後還定罪 當然是違罪啦 就是罰30歐元這樣 30歐元比剛剛150還便宜啊 對不對 那不見你們元首也沒有很大 那不是這個問題 重點是他現在有一個刑事犯罪紀錄 他現在有一個刑事犯罪紀錄 冒犯元首罪 那你會覺得說你看法國 還不是一樣會限制言論自由 不要擔心 我們還有一個歐洲安全法院 到了歐洲安全法院 歐洲安全法院 歐洲安全法院說 他今天舉還是在這個公共領域 因為你這個冒犯元首罪 沒有辦法讓他去答辯說 你今天為什麼要舉 這樣子你要跟他辯論什麼 那他沒有這個答辯的機會 不像一般媒體 我還可以說 因為我講的東西 我可信為真 所以我可以享有言論自由 我可以享有這個 這個 我可以就是 主卻這個 主卻違法 這樣 好 結果歐洲安全法院就覺得說 你沒有留那個 對話的餘地 給這個 在表示的人 在表示這個意見的人 而且在表示意見的人 他是有目的的 因為他之前 他在推動的 就是一個土耳其家庭 他希望他們可以留在法國 不要被屈途出境 結果失敗了 然後他在有點氣氛 他去取這個 就是用 以其言 凡之其身 這樣 所以 歐洲安全法院判法國白書 去修正民主 我們用人權的概念 去修正民主 而且這些人權的 如果你有合理的解釋 如果你是真的為了大家的安全 為了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秩序 其實還是可以變動 這個界線還是可以變動 重點是你不能去傷害別人的權利 那 最後我可能要講的是 就是 公共事務 為什麼我們要給他比較大的自由 很簡單 因為今天民主 我們希望是大家都可以參與意見 而且今天的民主已經不是多數 決定一切 我們要設定一定的程序 讓少數的意見可以被聽到 然後大家可以辯論 最好是吵起來 吵越強越好 因為吵我們才會想 怎麼樣把變動變到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人 在網路上有時候會 這個鍵盤上手仰一下 就跟人家辯一下 為了要跟人家對話 你就會去思考 對不對 我至少我自己是這樣 我為了要講來講這一場 我就要做很多功課 然後去看很多資料 然後才會覺得 哦 原來是這樣 哦 原來是這樣 我自己也要做功課 那我自己就學得到 那我為了要講出來 講出來還要準備好說 等一下如果被吐槽的時候 我要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可以辯論的 在這個民主社會裡面的好處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公共事務 我們需要讓更多的聲音 就算是很辛勞 靠一句歐洲人權法院的用語 就算是會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就算是讓你覺得 非常的刺耳的這些話 如果它並不是針對你的人格 這樣的攻擊 它是為了公共事務 它還是有它存在的 一 OK 好 那我今天就 大概就趕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汪老師 這個精采的演講 汪老師幫我補充了更多 法國的在他現在民主的發展過程當中 對於政教分離的一些 新進的一些個案的辯論 就是說今天 政教分離原則 是不是可以限制我在公開場合 全程式的造反 它提供了很多很有趣思考的分點 也提到了 這個法國人 對於自身所謂法式的種族 隔離的反思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思想自己 和表現自由的一個 重大的美好之處 就是它讓我們 可以從不同角度 不斷地撕掉我們原本所信奉的原則 讓我們這個原則 可以說明的更豐富 能夠與時俱進 好 那我們接著就開放問題給在場的朋友們 那我們先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有問題的朋友請舉手 OK 好 一 二 好 三 我看一下先介紹一下 黃中 好 那我們請這個小美女 當我們的義工 來 義麥克風 好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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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邁也有這種事情 當邁一個偉大的漫畫家 他也是嘲笑大概就是馬斯林的事情 有沒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如果記得的話 那件事情跟這件事情的差別 有什麼差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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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說 我覺得該發生在查理週刊的事情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應該要發生 那對於兩位講者很精彩的演講 剛剛有提到一點說 我覺得最反對的一點就是說 有某種這種神聖性變成是不可挑戰 那我個人看我是覺得說 這種不可挑戰的這種神聖性 似乎不應該只認為存在於宗教這個領域 它事實上即便是在政治的治理上 也都會有這種你認為是不可挑戰這種神聖性 我想最簡單的例子應該就是在此行的這個存費上會看到 那我個人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蠻關心的是全球防恐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貴谷的哲學家 他也曾經在911事件之後被要去參與一系列這種討論 他就舉了一個概念叫做 所謂的自體演義暴力 自體演義暴力 就是說一旦你把 這個在民主國家裡面都會發生 把所謂的國安 把所謂的國家精神這種東西提升到一個 至高無上不可挑戰的這樣一個層次的時候 它事實上它還是國家本身就會製造出某一種這種暴力 那我比較好奇是說 今天在談恐怖主義的時候放在全球布局上來看的話 很顯然我們還是必須要回到一個 所謂的美國為主導的這樣的一個反恐的 這樣一個全球戰略這樣一個布局 那這個事情可以取得這種意義態度 我個人蠻好奇是說 法國在對這件事情的深刻思考上 它是不是還是一樣繼續 也在這樣一個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反恐的 這樣一個布局當中 去對那些所謂的極端的 不管是ISIS或者其他的這種恐怖主義 這種國家進行進一步的一些制裁 或者是報復的行動 這三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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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面 最後面 好 好 好 他那時候講到說 其實是 就是在查理中 他被起訴的48個事件之中 其實通常會起訴頭案都是比較偏右派的 那其實因為我對法國的情況不太了解 想問說其實那在這樣的話 因為剛法師大學有講到說 其實在法國無論是宗教自由 也沒有只有在法律上 就是無論都是受各族成功該受到保障 那是因為什麼所謂的右派又是哪一群人 可能是代表什麼樣的階級 什麼身份 或是可能什麼樣的種 就是哪一個族群的人 所以他們 可能會不會是他們 因為某些這些身份階級 一定是25歲 他比較有辦法 有相對有多的資源 才來進行實措這項功 這項能力 所以想問說 所以我的問題 剛才有點亂 我的問題大概可以總結一下 就是想問一下 剛才大使所說的右派跟左派分別 是代表指了哪些身份的人 那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這些所謂的左派 他們沒有 在法律上他有進入障礙 所以導致說他只能利用這種比較激進的方式 然後來處理 表達他的訴求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就先請歐陽大使先回答 請歐老師先 我先試著回答這位先生的問題 就是 所謂的 剛才所謂講的權威的價值當然不只宗教 宗教只是一種 政治也可能是絕對不合挑戰的權威 所以為什麼 你就會看到這個 夏威夷不作為 其實他的那個封面 其實最常見的是政治人 尤其他最喜歡 我記得有一個算是很刺辣的 就是他畫那個 現在的極右派的那個女性的頭頭 然後他就是畫的 他那個下體是裸露的 像這樣子的表現 他在挑戰什麼 對 他在挑戰極右派 他在挑戰你最近講的那些話我不同意 你知道嗎 那所以這個權威師全部都有 那至於恐怖主義跟恐怖分子的處理方式 其實我們比較少去談的是司法方面的救濟 那最近十年 歐洲人權有很多很重要的判決先例 都是針對這些所謂的恐怖分子 誰理犯 他們的人權 去譴責歐洲的各個會員國 各個締約國 認為他們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尤其是譬如說配合CIA秘密逮捕 秘密逮捕 秘密逮捕用秘密的全送出境 然後送到這個芬蘭拉蒙 這個是違反無論權公約的 恐怖分子也是人 就算你說他是恐怖分子 他也是人 所以一律都適用這些原則 那這個是其實是一個司法的回應 我覺得是比較少被提出來 但是其實非常重要 那再加上 包括這一波 其實之前也有 這一波他們也在檢討 這個恐怖 是不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 這個經濟的秩序 這個社會的階級 去逼迫出來的這樣的恐怖 那我們該怎麼去應對 怎麼去讓這個社會的整合 可以再重新開始 我們一起來治療這個創傷 但每個人感受到的創傷可能不一樣 我了解的大概就是這樣 那另外兩個問題想應該是 給這個 我想主任 關於丹麥 你問你這個丹麥 丹麥有關的嗎 其實我相信 在2006年 我相信 在丹麥有關的 有關於丹麥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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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堆麥的報紙 有關於為對方公司 有關於兹麥的報紙 他说查理周刊在丹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有看那些图画 就是要支持他们 这次查理的事情一样 他就希望欧洲所有的媒体 这些报告都可以团结起来 去抵抗这个攻击 这次查理周刊的事情发生之后 查理也有做一个文化的照片 当作图片当作封面 但是他说这次丹麦什么事都没做 有关那个个人 对抗共产党主义 还有丹麦自由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 这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很难回答了一个课题 我们在法国很专注于自由自由 但是为了抗共产党主义 也必须制定自由自由自由 然后他说我们在法国 甚至从上个人自由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对方同工方面 其实是有点复杂 所以还是要限定个人自由的界限 所以现在法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讨论 大家都说 我们不必须做另一种 Guantanamo 一种 Guantanamo 这是美国的宫导宫 在这次丹麦的世界里面 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 公司的建议 然后说在法国 刚刚第三个问题 法国跟左派右派的两个问题 其实是在政治体制上的问题 跟宗教没有关系 然后说简单来说 法国的极右派 右派 它的概念跟美国的那个 就是保守党比较类似 然后左派就是比较社会主义的 就是努力派 然后就是极右跟极左 其实就是好像极发挥到极致 所以这很难解释 因为是一个欧洲政治里面 传统 但是就是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是政治上的派系的问题 谢谢 那我们接着再开放这位朋友的提问 好 一 二 然后三 就是 我想要问的事情是 因为 因為在我接收到的資訊裡面 他們講說查理週刊其實是 他們是去 他們沒有針對任何 他應該是針對所有宗教 他去挑戰就是所有既定 他們可能認定是 一個他們 他們價值上的 反正他們去挑戰這些任何的東西 然後但是事實上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該怎麼說 因為情境上的不同吧 像是因為他們對於天主教或基督教 有這樣的諷刺的時候 跟他對於伊斯蘭教諾施靈的諷刺的時候 其實他造成的社會影響是不同層次的 因為就是在 可能在國際上或者是 大家有個比較既定的刻板印象是覺得說 伊斯蘭教或是這些中東地方 他們是很激進很暴力 然後會有這種恐怖攻擊等等之類的 就是說可能在他們的周刊上 做這樣子的一個諷刺的一個言論 或是那種圖案出現的時候 他會加深就是一般人對於這個東西的那個 就是那種基地影響的再加深 就是然後剛剛還有講到就是關於 他們有些法案開始譬如說 就是因為公共安全的關係 所以說他們禁止可能就是穆斯林的屬性 他們去圍一些面紗等等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也是在 應該怎麼說 因為不是在說共同社會嗎 這個東西是經過這群人 就是大家一起共識的嗎 而且就是因為剛剛說伊斯蘭教在法國 他可能是第二大宗教 就是可能他不如就是前面那個原本 他們基督教或天主教這種最大的局 那其實這之中是不是有一種 就是社會的不正義 就是自貢的地方 我想說的是平等這件事情在大家 應該都是被大家所認同的 但如果想要請問的是 那些比如說是穆斯林 或者是放大我們之前 比如說更多的不一樣的少數的人裡面 他們在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像大姐先生說到就是 他說他反對暴力 然後應該都要用和平方式來讓大家討論 但這些少數真的有所謂的發言權嗎 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認同平等 他們應該要擁有發言權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不是真的擁有這些發言權利 然後再來是加速球的主要就是中立原則 那我想要請問是 中立是誰訂定出來的 因為如果中立 他是一種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可以視為是對那些少數人的壓迫 謝謝 謝謝 那想簡單請問一兩個問題 就是想請問大使 那個因為這一次的事情 要麻煩翻譯 就是說因為這一次的事情 就是兇手已經被擊斃了 所以我很好奇 如果事實上兇手沒被擊斃 而被逮捕的話 在法國會被怎麼處理 他會被當作 因為剛剛有說到說 教授有說到說其實他們就是法國人 那問題是大家又都覺得他們是恐怖分子 那又覺得他們跟不在法國境內的恐怖組織有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會被當 如果他們被逮捕 會當作法國公民犯罪 在法國法庭 還是他會成為一個超越法國之外的 好比說反恐的層次上 在超越法國的層次上被處理 簡單講是這樣其實很重要 我先從前面有問題 和並做一個對話 就是我要提一個概念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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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概念是天主教 後面那個 就是世俗性 什麼叫做天主教式的世俗性 每個國家都有他的想法 都有他的歷史 都有他的高福 法國高福就是 曾經天主教徒跟法國人是同一個成本 所以當初要經過激烈辯論 長時間辯論之後 要去用這個世俗性來解決這個 身份的這個重疊的時候 他們要做一個妥協 因為 天主教就內化在法國人的文化裡面 這個沒有辦法否認 好 就像台灣人 你覺得我們台灣人受什麼影響 我們的法律裡面也有人加文化 否則為什麼世尊卿要最佳一等 我們的刑法有這樣講 對不對 好 這些都是文化的成本在裡面 所以你說有沒有中立 當然沒有 對我們這個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比較這個 社會學會哲學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絕對的中立 我們剛才已經講沒有絕對的 怎麼可能絕對 那我只是適了中立 這個中立的意思 並不是那個哲學上的那個中立 而是不要對別人形成壓力的那個中立 因為它的重要的目的是不要造成改裝壓力 改裝壓力在他們來講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我們台灣人比較不會感受到這個 因為看到那個教室這樣出現的 很漂亮 很漂亮 那 這可能是我們台灣人的幽默感 是什麼 不曉得 但是我自己是這樣 我是舉我自己做的意思 然後看到那個中正教教室 其實很好看這樣 對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這個 所謂的 這個造討的禁令 的確 對我自己的立場來講 我並不支持 我並不支持 但是 它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讓他在路上這樣穿 他會非法國人欺負嗎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也可以去提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為疑問 所以 還要繼續辯論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辯論 好 那 再一個問題是 呃 講到這個 嗯 換上去 喔 天主 對天主教跟對穆斯林 他們 批評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哈里托漢常常在同事天主教 因為天主教 譬如說他 早年就是 連關節套路都沒有用 那當然跟現在教宗講的不一樣 就是 教宗前幾天講的 不知道在我聽到 在那個 菲律賓講說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天主教沒有鼓勵人家一直生啊 但是他就用了一個很俏皮的這個 表達方式說 我們天主教不需要像兔子一樣生 這樣 那 可是 他這樣的言論在 之前的教宗子 你沒有把他想像的 不可能 那 你就想說 欸 那個宗教其實 對我們的這個 公共的生活 影響好多喔 旁邊查一隻 身多少都會影響到這樣 所以 為什麼他去跟宗教對話 所以其實 呃 我們可以去責怪 責怪都看你都看 你不要去放下禁忌 沒有錯 這是我們在這個 道德倫理的影響上可以去講的 可是在法律上 他這樣有什麼錯 法律沒有定 卸獨聲明 也沒有 定什麼 冒犯宗教罪 所以 我沒有辦法去頂他 這個 這個是法律跟 一般倫理道德的這個差別 那 我們應該 不可以 OK好 去問問問問老師 我們先插播一下 等一下 那我們請 沈欣凱老師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張題 這是關於查理 這個刊的 跟您的說法 他因為 因為之前我到台中十五星講過 有一些數據嘛 然後講關於查理中 就是剛剛 大使跟彥慶都會講到 誰告查理 那我們要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先知道說 他 誰告了 因為剛剛誰講的 極右派 總共極右派有十二屆 那 媒體跟記者告他有 第二個是八屆 然後接下來就是 所謂的 天主教團體 也是八屆 然後再看 穆斯林團體 是六屆 然後還有 對抗那個 當時 協助法軍對抗阿爾其利亞 在那時候 有一個叫做 那個 哈基的 阿易的民兵團體的這兩屆 所以他其實在整個 書中四十八屆裡面 其實 穆斯林是佔六屆 所以他不是一個專門 攻擊穆斯林的 他是正對所有的宗教的攻擊 嘲笑所有的事情 尤其他對極右派 我們講極右派 甚至對穆斯林 他也是對穆斯林的那個 就比較極端的分子 去進行攻擊 可是他能夠 去談的話 只能用他 大家嘲笑一定要用影像 影像就會用到他們的 宗教的享受 所以 會產生 會讓人家產生 某些誤解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談 所謂是 法國就是在嘲笑 穆斯林 對穆斯林 都不一樣的意見 可是對於查理主刊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 至少我們 這是在1月8號 The Monde 當天隔天的時候 他就為了要澄清 查理主刊 你本身的主動角色 所提供出來 那下面的翻譯呢 是中研院的 吳宗隆老師做的 然後這個 供大家參考 和大纶 請請觀看 請問 西餅 從來當中 沒有問題 《喬儆人》 是一位 是一位 有說 是一位 全世界的分別 所謂 全世界 百分別 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 人 全世界 您的意見是,您覺得自己的反應是在法國媒體,但是在法國的反應是說的 當然,為什麼? 我想你再次教一下 是这样的 那么简单 教官队上网络在與里面的龍友 教官队上网络在福利是 教官队上网络在中的标志全民 教官队上网络在里面的对拜登 第一,法国是没有国教人的国家 然后国家是中立在宗教这个问题上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 然后如果你去调语一些在研究法国宗教的相关的问题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法国人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它说法国的确是有个天主教的传统 但是天主教的传统在法国现在已经是视为了 它说很多到法国来信仰别的宗教的人 然后给法国的宗教的风景带来一个相对互相的转变 就是互相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必须让社会主义 不是主义的传统 而是有传统的传统 你发现一个宗教的宗教 你发现一个宗教的宗教 我们在说我们是说的 我们是说的 你必须让他们做一个宗教的宗教 你必须让他们做一个宗教 你必须要立刻不是主义的 而且在法国 depending她们 零修的人員去陪伴這些在這個地方的人 然後當然 牧師領也有 但是也必須要領執 承諾法國的社會規定 當然少數的這些宗教信仰的信徒 他們也要遵守法國的社會規定 所以他們也必須承諾法國的社會規定 但是也必須承諾法國的社會規定 也必須承諾法國的社會規定 佛教徒 天主教徒 猶太教 各種教材都要遵守 然後他們說 每個宗教都有它的發言權 它可以說它想說的 跟大家都一樣 也很常常這樣 例如 法國的法國的法國的法國在2013 如果人家已經將都寫出這個禮物 和法國了 例えば所有禮物 也聲明通過一個 templ Brus 人家在行政院 葛國的社會 然後建議門《 ao森宗教席中 juryn Midwestern》 還有時常的禮物 然後所說 每個大宗教都在國會 然後在那邊 бер這和 400如將立 Holmes 在外面場面對ปέ Twist 然後大選 cuando我們為了 這些決定的題目 然後再進囉 很大,很高,很高,沒有問題。 所以,有一個問題, 是否有法說, 要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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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的這個原則不是為了讓少數的宗教這些信徒被壓迫 而事實上多數的宗教跟少數宗教他們倆可以找到一個中間的切合點 互相尊重 如果那些恐怖分子沒有被擊斃的話 如果那些恐怖分子沒有被擊斃的話 在跨國會怎麼樣呢? 如果那些恐怖分子沒有被擊斃的話 然後他們會判刑或有些司法的過程 然後他說他們可能自己沒有錢請律師 所以法國政府不會幫他們出錢 他說他不知道他們會判他怎樣的刑法 但是絕對不是死刑 因為法國是沒有死刑的那個國家 所以我們猜猜他們被判刑被侮辱 對 我們可能可以假想說他們會被判無期徒刑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件事情 剛剛在講說如果被定罪為同分子的那個後果 最近法國新華文會 他們不叫新法國院 他們叫新華文會 對 平華文會剛剛做出一個核線性優先問題的決定 那核線性優先問題其實是等於是像我們 就是先暫停出售然後去請到有關係線一樣 那解釋的法律也是 法國有一個規定是如果你是規劃成法國人的 如果在你就是規劃之後 不會 趁你犯刑之後十年之內 甚至可以連到十五年 如果你就是被判是恐怖 就是做出這個恐怖行動 等於說你被判有罪被視為同分子 他可以取消你的國籍 為的是要把你前送出境 為了要把你去用出境 我在想這個案子有可能會再送去歐洲人權法院 他還有個辯論 但是法國自己也有反對的聲浪 你就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當然也很贊成 你就覺得說這些人來取的法國籍 是為了要傷害法國人 所以那既然他簡直是背叛這個國籍的話 那應該把他拿掉 可是另外一個聲音是認為說 你這在訪律上會構成你有兩種法國人 有一種法國人不是那麼純的法國人 有一種法國人是純的法國人 會有這個問題 會有這個避免 所以這還要再辯論 現在至少憲法人會的意見是這個核線 也沒有問題 但是其中一個後果 就是如果你是違法 你可能會被侵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接受兩個問題就好了 第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你再會先 請把手舉起來 我們再看一看 快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你好 我想請問歐陽立文先生 就是如果我們假設一個情況 在法國如果支持禁止畫出 武漢國的任何具體化的象徵的圖像 或雕像的人是多數 然後他們遵守目前的法國的法律 和平的而且完成了提案 修法甚至是修改了憲法 請問法國政府是不是就會繼續 依照法律這個契約的概念 繼續去遵守 那歐陽先生個人 如果您願意回答的話 那您個人會想要 生活在這樣的法國嗎 您會去遵守這樣的法律嗎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可能要同時請問一下 翁老師跟歐陽主任 就是說 我可能有點誤字 就是剛剛提到改宗的壓力 好像說是公共場所中立化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要避免改宗的壓力 那這個部分我有點不太理解 中間的關聯性在哪裡 那我們以宗教的自由來講 其實宗教上面的服裝儀式 那應該屬於特定宗教的表現自由 那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限定他們在公學校裡面穿戴 他們那個宗教的某一些姿態 所希望他們穿著的服飾 那如果在當事人自願的情況下 你去否定來當成這個權利 那是不是在某個角度上來看 那是對個人自由的 個人表義自由的一種侵害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可能是給我的 我可以回答 然後公共場合 分兩個 我要分兩個 因為政府機關公務員跟學校 學校是因為他們有一種 這個權利是說 小孩子他 應該是說未成年之前 他的重要信仰是還在接受他的父母的影響 那他的父母可能會並不希望說 就是學校有這種改宗壓力去影響到他小孩 跟隨他念聖經或跟隨他念這個可蘭經或跟隨他念佛經 這樣的 這個改宗壓力也有 就是有兩個角度來看 那公共場合那個穿全身製造房 那是另外一個 那是那個生活在一起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的公共秩序 注意喔不是安全 是秩序 我們的秩序 那個秩序的概念是 我們這群人生活在一起的那個方式問題 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的確就是我們可以去批評的 就是換到比較 就是透過法律 我們透過法律的上面去看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現在你們的這些 甚至是無神論者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看成英文宗教 你們的這個穿著打扮 沒有這些這個宗教的服役的這些束縛 所以你們認為這才是正常的 你可以這樣去質問他 可是的確就是說 他希望說這些象徵都消失 讓彼此不要有這樣的界線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知道是說 有沒有可能就因為這樣沒有這個界線 那他只是希望說這個外露的象徵物 不要在這個介入校園的生活 然後也不要讓這個 譬如說因為你帶著把頭包起來 那你就不上體育課 又不去游泳 就拒絕很多的課程 譬如說你認為說 甚至這個公民課裡面 有這個天主教的這個想法 有這個基督信仰的這種 這種成分在裡面 我們就拒絕上這個課 這個對國家要去灌輸大家 這個國家的這個基本價值 會產生衝突 所以他認為說 我是有合理的限制你的自由 的確你的自由會限制 這個我們同意 你被干預了 但是這個干預 不構成侵害 好 干預跟侵害我們把它分開來看 大概是這樣 如果是在法國 如果法律改變的話 你會遵守這個改變以後的法律 不喜歡也要走 我給大家講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法國的公務員 他必須在宗教方面保持中立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我是信哪一個舊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我是信哪一個舊 他說那個照片 那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老師說 那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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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王教授說 那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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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一些法律的規定 有關系 但是其實有別的因素 在裡面 有一個問題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女性尊嚴層面 就是她們照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抱擁 女性尊嚴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女性尊嚴對上 所以如果是女性尊嚴對上 個人自由 那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課題 Ensuite la problématique du voile entraîne d'autres problèmes en conséquence 那種造跑的那個問題 其實都面造的問題 會發到後續的問題 持續不斷的新的問題 Par exemple une femme voilée qui va à l'hôpital refuse en général de se faire soigner par un médecin homme 比如說 有帶面照的女生 他去醫院看病 然後 他會拒絕被一個男生看診 est-il acceptable qu'une personne un citoyen dise je vais soigner par un homme ou par une femme dans un hôpital public gratuit c'est une vraie question 如果我們在一個公立醫院 然後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地方 然後我們還要要求說 我要被一個男醫生或女醫生 診治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imaginez une femme voilée qui est très malade qui arrive dans un état très grave la nuit le médecin de permanence est un homme et son mari dit vous ne la touchez pas elle va mourir donc c'est très compliqué c'est très très compliqué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il y a aussi des problèmes dans les écoles des jeunes filles qui viennent avec un voile ensuite refusent de participer aux cours de sport d'éducation physique ou alors refusent de participer à des cours de biologie parce qu'en cours de biologie on travaille sur le corps humain 或者是拒絕上生物課 因為在生物課 因為在生物課 我們要去看一些人體的構造 donc est-il acceptable que dans un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ublic gratuit des gens disent non ça je ne veux pas insister sur le cours donc tout ça ce sont des débats très très compliqués effectivement voilà les règles de la société d'un côté qui sont très importantes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de l'autre qui est aussi très importante donc en France nous a été décidé d'interdire le voile intégral c'est-à-dire couvre le visage dans les lieux publics mais dans les lieux publics seulement c'est-à-dire chez vous faites ce que vous voulez il y a beaucoup de français non-musulmans qui critiquent cette loi mais il est très important de considérer que chaque société est-à-dire dans les lieux publics dans les lieux publics dans les lieux publics donc sur 65 millions de français vous voyez que c'est ultra-minoritaire c'est-à-dire dans les lieux publics dans les lieux publics et puis par ailleurs j'ai eu la chance de voyager et de travailler dans beaucoup de pays musulmans c'est-à-dire la majorité des femmes musulmans ne sont pas volées dans les pays musulmans donc ce sont des sujets sur lesquels il n'y a pas de solution satisfaisante entre les règles de vivre ensemble et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la liberté est individuelle il faut faire un choix il faut trouver un équilibre il faut trouver un équilibre il faut trouver un équilibre et l'équilibre n'est-à-dire jamais parfait mais il faut quand même trouver un équilibre il faut quand même qu'il y ait une loi donc en France il y a une loi et la loi s'admique on fait parler à nature et avec lo que je dois réfléchir c'est-à-dire la loi 然後如果我們要改變那個法律 就留給國會來決定 而且只有國會有這個權利 謝謝 今天想要講手帶領我們進入一種非常深入 非常進入脈絡的法國當代文化、歷史、政治的一場思想之旅 我相信各位回去之後 不論你去思考 我是查理或我不是查理 你一定會有更深入的一個觀點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必須到此結束 那我們最後我們再掌聲謝謝我們的歐陽麗文大使 謝謝大家 我們先看回憶時間的歐陽麗文 也許我們今天非常誠實的和優秀的班藝 還有我們今天最可愛最優秀的麥克風手東東 那我們今天哲舞到此結束 那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們禮拜天還有悲哲舞 在禮拜天同樣的場地下午2點 會有作家胡長松來談台語文文學 歡迎各位再回到我們的哲舞 然後我們的活動結束之後呢 各位可以留下來繼續討論 繼續聊天 我們這個場地大概會開放到凌晨1點 所以各位歡迎留下來繼續聊天繼續討論 謝謝各位 謝謝